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心一直都是揪着 都不知道自己的手啊脚啊往哪里摆 我比较幸运的是 我这一生干了我喜欢干的事情 纵观水上运动 跳水作为力量 技巧 耐力 急于一体的项目 是人类挑战自我极限的最好证明 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跳水运动员 他们所付出的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 从十米跳台到入水的瞬间是1.8秒 从训练场走上奥运巅峰 又需要多久呢 三十几年过去了 从运动员到冠军教头 为了这短短的1.8秒 付出的却是周继红的一生 1984年年仅19岁 第一次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的周继红 力压跳水皇后陈潇霞 夺得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枚奥运会跳水金牌 是从小上学的时候呢 被业余体校选去念体操 那个时候没有体育细胞 什么都不会 后来呢就是业余体校呢 就把我选去念跳水 更不懂跳水了 因为我游泳都不亏 但是呢就特别喜欢念跳水 会在跳水这种感觉比较好 对跳水情有独钟的周继红 开始展露出不同于常人的跳水天赋 实际上我觉得挺幸运的吧 自己就是在一个偶然的因素 被选为了运动员嘛 能够很顺利地 慢慢地走向了冠军的 这一个领奖台 就非常的非常的幸运 之后就不断地 还是在这个 你所喜爱的这个行业里面 不断地还是在工作 我觉得这人生比较难得 有这种样子的机会 我觉得 周继红的运动员生涯 短暂而辉煌 从高光时刻选择退役的 他享受着平凡人的生活 然而周继红却仍然割舍不下 心爱的跳水事业 于是他主动找到了北京跳水队 从此开始的教练生涯 我在北京队那一段阶段当教练的时候 实际上我是一个志愿者 可以这么讲 因为就是自己想 做一点跳水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想更多的 就一个念头就是说 我要想去当教练想工作 实际上人家也不给我发工资 也没给我补助 就是愿意 就是喜欢 你带的哪怕是小孩 但是都很高兴 都很愉悦 好像就带这种小孩的感觉 自己能够体现自己的 这种样子的价值 能够自己好像是一个有用的人 就是这种样子的心情 有时候甚至星期天了 人家休息了 我自己开的车去 人家家里面 把人家孩子接的去念半天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有点神经吧 也不知道怎么怎么形容 有点掉 没有刚才一个棋都好 可以水花 不到一年的时间 国家梯委改制为国家体育总局 周济红回到了游泳通心 1997年中国跳水队陷入低谷 面临重组 1998年年仅33岁的周济红 出任中国跳水队领队 你今天准备六个翻几个 插下去的 两经年悉尼奥运会 是周济红走向成熟的人生拐点 福明侠郭晶晶的双人女子三板项目 和田亮胡佳的双人男子 十米台等优势项目相继失守 这让缺乏经验 对困难准备不足的周济红 压力很大 中国跳水队面临崩盘危局 2000年奥运会 把第一次周围领队带队伍 我觉得那个时候挺天真的 由于没有经验 把思想上面就是这种 困难准备的实在太少了 感觉这个队伍有点扭转不过来的问题 那种感觉怎么办后面 当中国跳水再次面临 跌入低谷的时候 中国第一位奥运会男子三米板金牌选手 熊黎顶住了压力 毅然付出 2000年9月26日 男子个人三米板决赛 老江熊黎迎战的 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萨乌丁 被称为跳水沙皇的萨乌丁 在其运动员生涯中 总共夺取了七枚奥运会跳水奖牌 是奥运会历史上 夺取跳水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多年来 俄罗斯跳水名将一直都是中国队在男子三米板项目上最强大的队手 到了男子三米板单了的时候 实际上我内心里面我觉得这个项目在我心里面我感觉太难了 这个心一直都是揪着 都不知道自己的手脚往哪里摆 所以在比赛的过程中自己好像都有点懵懵懂懂的那种感觉 难度洗手3.5 这是所有比赛动作中难度最高的 主要跟什么一样 仰仿佛都虚无了 雄妮跳到最后一个十年七的话就认为只要正常下去就应该是冠军在一握就稳的 哪知道熊林四年七跳下去的时候呢 也又不是说很好 很完美 还是有点过嘛 水花也比较大 当时老子就有点懵了 那比分呢 我都出来的时候吧 都没有看打多少分 当时只看这个名次后面是第几 当时一看那个名次第一 人都已经都 什么都都忘记了 老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就那么瞬间的1.7秒 1.8秒 那一下如果是有一点闪失的话 那后面可能更难了 比分公布 熊林跳出了81.60的高分 以5分的优势实现逆转 获得了男子三米半单人赛的金牌 熊林以5分的优势战胜萨乌丁 获得三米跳板的金牌 这一次 熊林拯救了周济鸿 拯救了中国跳水队 赛后 周济鸿和熊林爆头痛哭 局面终于被熊林的最后一跳打破 熊林在最后一刻也流下了激动眼泪 这次经历让周济鸿和整个中国跳水队反思 老将给全队带来的激励是不可或缺的 周济鸿开始改变自己的战术 以老代新 稳定决心 跳水这个项目呢 它的年龄的落差很大 比如讲我们现在队伍里面 就有三十多岁的运动员 那么又有十四五岁的这种运动员 这种样子的年龄落差 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说他们一些老运动员 尤其他们一些优秀运动员 他们的榜样作用 对他们这种少年运动员来讲 影响是巨大的 这个队伍它这个风气 它才能够传承下去 它才能够更好发展的 2004年雅典奥运会 中国跳水队再次出征 而周济鸿领队也迎来了 证明自己的机会 好的 非常完美 非常出色 男子担任十米台一战中 曾在西地奥运会上奪得冠军的天亮 是队内的一哥 跳水技术和难度堪称完美 是国人心目当中的跳水王子 而在悉尼区区亚军的胡佳 作为队友兼对手 也迫切了希望能够拿下这笔金牌 面对风格特点都不同的两个弟子 周济鸿用经验地做出了稳妥的安排 实际上提到04年的雅典奥运会 男子十米台的这种样子的站立 是一个比较特例 因为国家对自己也是要求高 你在最后的入水学法也是拿得非常的好 但是在那个时间 他的这一套动作的话 成功概率实在是就是太低 动作的压力也很大 那么我们就商量着 把他的难度整体降低 提高他的整个动作质量和成功率 所以当时就讨论降他的难度的时候 他思想上面做不通 他会非常不愿意 面对胡佳的不满 周济鸿却有自己的考虑 非常不愿意也没有办法 当时就只能跟他谈 要谈通 因为田亮他的一套动作的难度已经很高了 那他也没有必要也跟一样的去冒这个风险 他有他的特点和优势 那么田亮也有田亮的优势 所以必须得要结合起来来考虑 发挥他们两个人各自的优势 所以他降了难度 已经很久没有练过躯体的国家 却执意要提高自己的难度 面对固执的他 周济鸿严格执行自己的战术安排 他非要上去跳207曲体 我就看着他 我就非要让他下来 就没有让他从十米台跳下来的 是让他从十米台走下来的 下来完了之后在下面 确实对他很严厉 从跳台到入水的时间是1.8秒 走下来却需要很长的时间 正是周济鸿关键的交道语言里 胡佳才最终以完美的1.8秒 稳健的收获了进来 周济鸿作为运动员时 用1.8秒的时间 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这一次他用自己的能力 和对1.8秒的理解 拯救了胡佳 也拯救了中国跳水队 中国队此后再接再厉 获得了六斤 两名一统的优异战绩 周济鸿运筹为我 胸有成竹 带领中国跳水队 走出黑暗 重回巅峰 哇 真不错 真是十分得出来了吧 无规矩 不成防然 周济鸿带队严厉 不管哪名队员获得了多大的荣誉 名气有多大 都要遵守跳水队的规定 年仅40岁的周济鸿 由于比较年轻 说话也比较直接 被大家冠以铁娘子的称号 刚开始人家这么形容我的时候 我心里面还觉得挺不舒服的 有的时候也想一想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也是一个褒意吧 因为慢慢的在品味这个铁娘子 这种叫法的时候 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 给我在工作上面的这种一种称呼吧 用力 你不登台 一躺一坐 那你十米台二人七还能过来 全部躺在水里面 实际上应该说 主体上面表现的比较严厉的时候 主要还是在表现在训练场 比较会多一点 那么因为训练场上面嘛 对技术的要求上面 应该要比较严格 因为你平时的技术要求 你做不到位 你到了比赛的时候 你在严厉 那根本就没有用 可能是滑出去起跳 还有两个了 你已经做了两个了 可能训练场上会严格一些 在生活上面可能要关心一些 真的像家长一样 把我当孩子一样去照顾 去看看吧 从那时候起 这支队伍再一次蜕变 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梦之队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周济鸿带领中国跳水队 收获了七枚金牌 2011年上海游泳试锦赛上 周济鸿带领中国跳水队 囊括了全部的十枚金牌 成为了试锦赛历史上 第一支成就大满贯的代表队 可以说周济鸿与他的跳水梦之队 对这个时代彻底实现统治 中国跳水队实现该项目 市锦赛的六连贯 作为跳水领域的传奇 为了该项运动 他轻其所有 短短的1.8秒 轻触了周济鸿 全部的爱 而正是这份热爱与执着 改变了他的一生 而下一个他 依然会坚定地热爱自己的这份事业 以后更多地要支持和关心 关注 那也是离不开这么长时间 好像这个话题这么谈的话 好像要离 离得好像有点远 也很近 希望他吧 能够在这个 这个奥运会上面 一版双能第一项 来一个看门红 驴子十米台的这个双能的话 也希望他能够在里面 把这块金盘都拿下来 冠军教头周济鸿 没有停止他的脚步 每一天 他依然会在跳水管 独自走步 独自思考 2016年 李约奥运 对于周济鸿来说 是再熟悉不过的挑战 却也是 又一次 崭新的 真正 未经许多优胜